三国演绎第23回 米正平裸衣骂贼 吉泰衣下毒遭刑 数捷上回 如今曹操四周都是枪敌 之前亡流二将打徐州失败了 曹操只好将目光转向了其他人 首先就是张秀和刘表 张秀手底下可是有独是贾许 当然贾许这个老奸巨华的 当然认得清形势 就让张秀果断还是归顺了曹操 而在这一过程中 曹操最开心的就是得到了都市贾许 贾许也毫不客气 针对劝降刘表 他出了个主意 这刘表啊自取名流之势 咱估计也得找个名流去劝降他 那找谁好呢 玄优推荐了孔荣 而孔荣转介绍了他的朋友弥衡 要说弥衡这个人啊也是太飞扬跋扈了 曹操接见弥衡的时候 弥衡就将曹操的手下爱将都码成了酒囊饭袋 曹操便让弥衡做了个击鼓的鼓励 弥衡呢穿着破衣烂衫就去击鼓 更是当众脱光了自己的衣服 是真的脱光一件都没剩 为啥脱光呢 显示我多么清白呀 你曹操 颜耳口鼻 都是拙的 你能认得清我这个贤才吗 这件事 着实让曹操尴尬窝火 然而 最终弥衡还是做了 劝降使者 来到荆州 到了荆州 弥衡仍是不改本色 刘表也是烦得很 就将弥衡丢给了江夏皇祖 皇祖倒是不客气 一言不合 就将这个口出狂年的弥衡 给宰了 听说临死的时候 弥衡还是骂不绝口 说完了弥衡 接下来的主角 就是下半回目中的吉太医 说来越巧 这个吉平太医啊 是被皇帝派去给董成看病的 而董成这家伙 自从刘备出走之后 成天都是战战兢兢 只有所思也有所梦 董成竟然在吉平给他看病的时候 做了个诛杀曹操的春秋大梦 半梦半醒之间 还不断骂着曹贼 坐在旁边的吉平 可是听得清楚 董成醒来就慌了 心想 这话要是传到曹操耳中 自己还有活路吗 不过 吉平却告诉董成 将军您别怕 我跟您是一头的 您不是想让曹操死吗 我有办法 曹操总是找我去看偏头痛 等到曹操再头疼的时候 就是他的死期 董成心想 哎 我这病还病出了柳暗花苗又一村呢 看来诛杀曹操有望啊 然而 有时候 历史会因为小人物而闪一下腰 董成虽和吉平密谋 但是隔墙有耳 他的家奴秦庆童 早已听到了一切 转头就向曹操搞了命 曹操怎可能容忍 有这么一个医生在自己身边啊 他果断抓住了吉平 还当着好多大臣的面 打得吉平是皮开肉绽 后来更是带着吉平与董成对峙 吉平知道自己死劫难逃 于是谎称自己要招供 骗着曹操松绑了他 自己则头撞时间而死 可是就算吉平牺牲了自己 董成的米娄也不可能再是秘密了 曹操沉姬从董成家中 搜出了一带照 至此 董成诛杀曹操的计划 也彻底破产了 在这一回中 出现了迷衡吉平 两位敢于反抗曹操 不屈从权势的人物形象 但是我想告诉你 其实啊 这一回最主要的 还是交代曹操和刘备的事 前面青梅煮酒 是两人真将对卖忙 而这一回却是暗血 董成事发败露 曹操搜出一带照 妥妥的刘备签名 可是在一带照上 将抵赖也没办法呀 曹操看了 心里就会打算 干脆把汉姬帝 刘备 这帮人 一股脑都解决了 那是不是真的都能解决呢 咱们下回奔解 三国演绎 第二十四回 国贼行凶 杀贵妃 皇叔败走 投袁绍 书界上回 曹操得了一带照 就要谋划 废了那个不听话的汉姓帝 成与此时阻止了曹操 主公 毕竟天下群雄四起 但要是废了皇帝 就没了邪天子 领诸侯的优势了 这曹操虽然不能废了皇帝 但是他能杀了董成 光是杀进董成全家 他还觉得不结恨 还要去杀董贵妃 要知道 董贵妃此时 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汉姓帝就跪求曹操 能不能保住贵妃和孩子啊 曹操呢 指着董贵妃的肚子说 留下此女和肚中一种 是要为董成报仇吗 说吧 曹操就令武士 将董贵妃拉了出去 最终勒死在宫门之外 杀了人 泄了愤 曹操现在开始冷静思考 怎么解决 一代赵上的人 王子福之类 没兵权他 直接砍死了上 然而马腾刘备 那都是手握兵权的呀 此时国家建议 反正袁绍现在是窝里斗 咱根本不用担心 所以此时正式灭掉刘备的大好时机 曹操一拍大腿 就这么地 又起了二十万大军 分五路下了徐州 此时刘备不仅有了徐州 也有了夏批和小沛 探得曹操进军消息的孙前 先后通知了夏批的关羽 和小沛的刘备 刘备没办法 只能寄希望于袁绍的 孙前先是托田锋帮忙 然而田锋带着孙前来见袁绍的时候 就发现袁绍形容憔悴 一观不整 而且还喊着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这是咋回事 原来袁绍最疼爱的小儿子 得了戒创 如今面在吹威 袁绍难过的不行 一先只想着小儿子的病情 打曹操 就刘备哪有这些功夫 气得田锋是拿拐杖敲着地板 以婴儿之必语失此机会 大失去呀 所以袁绍只是对着孙前说 刘备他倘有不如意的地方 就来投我 孙前听了 也只能垂头丧气的回去 这时候张飞展了出来 之前张飞不是用计 捉住了刘待吗 这次啊 他又想重拾孤寂 然而曹操的迎战 怎么可能轻易被劫呢 当天曹操迎内起风 吹折了一面青红牙旗 寻语便说 嗯 这是老天遇事 今夜刘备必来结战 曹操有了防备 刘备自然是以卵击石 会不成军了 曹操兵夺 左冲右突的 刘备张飞都给杀散了 张飞逃去了盲荡山 而刘备呢 被堵得团团转 正绝望的时候 忽然想起来袁绍的话 就打定主意 去青州投奔袁绍 曹操此时顺利取得小配 其中也就不在话下 然而下批是关羽把守 可不好打 而且曹操还琢磨着 怎么能把关羽也劝降了呢 郭家等人都觉得 关羽这人不好说服 然而有一人自告奋勇 站出来要说降关羽 在这一回中 刘备终于和陶操正面交战了 可是玄斗攻输的 也是极其彻底 一盘不仅没了 兵更是没剩几个 然而刘备却在兵败之后 能够忍住失败 带来的耻辱和失落 迅速去投奔袁绍 还能哄得袁绍重用自己 这让我非常佩服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像刘备一样 宝经磨难之后 还能做出最优的判断 袁绍也好 吕布也好 都是因为没有刘备这样的胸襟 成为了历史的尘埃 那现在有人主动站出来 要去说降关羽 此人到底是谁呢 咱们下回分解 我们下回分解 了解